RGB 銀軸 大家好 我是電競少女燕鵝 新的一年開始了 身為電競玩家的我 是時候把周邊幻藍一新 絕對少不了五顏六色 這樣今年才能大紅大紫啊 我換了一把DDRGB的鍵盤 這鍵盤有兩種軸體 分別為RGB青軸跟RGB銀軸 而我是屬於RGB銀軸 外盒的正面都有跟大家說是什麼軸體 但是看顏色也能很清楚分辨 而且在外盒右方有的鍵盤特寫 提供玩家在選擇的時候更容易辨識 那後面只有這把鍵盤的幾大特色 身為一尾小老師的我 就注意跟大家做個介紹 第一 它有1680萬色的彩虹RGB背光 還有五種預設的燈光模式喔 第二 遊戲模式鍵 提供腳本錄製功能 第三 調整背光亮度 鎖Windows鍵 可以調整成自己覺得舒服的亮度 鎖Windows鍵的話 主要是玩一些小視窗遊戲 可以防止跳窗 第四 可拆卸人體工學手托 它這個是可以拆的 不是跟鍵盤本體放一起 不過我基本上是不會用這個手托 因為我的桌子比較小 但如果寬度允許的話 其實放著對手部的負擔會減少許多 在鍵盤的右上方可以調節音量的大小 這個真的非常方便 我不需要在遊戲內去調整我的音量 看迷片的時候 有人開門還能直接按掉呢 哥哥 更貼心的是 還可以把你的耳梯啊 或是麥克風 接在鍵盤上 484非常方便呢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了 而它的外觀 其實這把鍵盤還是有做聯想心機的 它的按鍵底部是噴上銀漆 所以在彩虹發光的過程中 會把顏色渲染得更加漂亮 後面可依照個人的習慣去使用支架 所以它總共有三種高度 讓玩家去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清潔度 然後就是最多人很常問我 為什麼鍵盤有這麼多USB 一個是電線 USB2.0的插槽線 還有音源線 反正全部都給它插好插滿 總之這鍵盤真的讓我很滿意 也有別處心裁的地方 想獲了這支鍵盤 請你先回答我的問題 我一直都沒有講這支鍵盤的型號叫什麼 所以我想問你 這支鍵盤的名稱叫做TT 你們會唸哪一個呢 第一個 X1 第二個 X1 第三個 X1 第四個 X1 在影片下面留下你的答案 告訴我你為什麼唸 都可以參加鍵盤的抽獎喔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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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X2 X3 X4